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英国香港护士协会 Hong Kong Nursing Association UK的节目 我是Alison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什么方法可以便宜点买到GP开的prescription药 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看完GP之后就去药房拿药 其实现在已经加到每一只药9磅9一只药了 如果你要拿10只药的话 就是要成99磅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16岁以下 或者是16至18岁学生 或者是60岁以上的长者 或者是孕妇 这些都是免费拿药的 有些人有长期病患 比如有糖尿病 或者是长期需要用一些医疗用品 比如有这个肠做口 要用这个做口袋 癌症病人 有癫痫症的病人 一些残疾人士 低收入的人士 都可以免药费的 长期你们可以参考以下这个网站 如果你有长期病 但是又未到60岁 未符合以上的资格 因为其实不是所有长期病都合乎资格 可以拿到一个叫做medical exception certificate的东西 那就是某一些长期病才可以的 所以你就最好要问清楚你的GP 所以你合不合乎资格 那如果你合乎资格的话 那你的GP是可以帮你申请这个叫medical exception certificate的东西 那你拿着这个东西每一次去拿药 那就免费了 如果你是不合乎资格的 但是又需要长期吃药 那怎么办呢 因为其实每个月几十磅都很贵的 其实政府有一个叫做PPC的东西 你可以买的 那全名就叫做prescription prepayment certificate 那如果你买三个月的话 那就大概是32磅左右 那如果你计算过了 你计算了条数 那你自己三个月内都通常用多个四个药 因为一个药都9磅9 那你四个药都已经差不多40磅 那你买这个PPC就会比较 因为三个月都是32磅而已 那如果你一年都用得多药 那可能一个月都要吃几个药 那你一年夹合起来 可能用多个12个药以上的 那可能你就买12个月的PPC就更加划算了 因为一年的PPC都是114磅左右 那它还有10个月的分期付款 你可以选的 那因为通常 Pescription都一段个月计算 或者几个月拿一次 所以你自己就计算一下 究竟你大概一年是会吃几个药 就是要拿多少药 那如果你拿多个12银的 那其实就买一年是一定会划算了 因为一年你给PPC都是110多磅 那但是如果你不给PPC先呢 你自己去买药 那其实一年你都要用三四百磅药钱 那所以真的便宜很多的 那PPC在哪里买呢 那其实你可以去回政府这个网站 那上面你都是Kickickick的 你可以在网上买 那需要的资料就是包括你的名字 出生日期和NHS number 那你可以打电话去买的 那它里面都有一个contact number 那希望本集的内容就帮到大家了 那记得like和subscribe我们啦 那如果有什么想知道 都不妨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就看看我们找不找到一些资料 可以解答大家的问题 那下集再见啦 拜拜